受风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上面 乡民代表们则是对于乡长坐车的使用规范 还有娱乐税回馈受风乡公所的比例 以及路灯修复得标厂商却不认得路等问题 引发民怨提出了咨询 受风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会开议 在代表会主席郑美乡的主持之下 乡民代表提出了选举期间 乡长坐车使用以及管理 是否涉及了公器试用的部分进行质询 郑杰乡长已经正式登记委候选人 为什么昨天司机又是在郑杰乡民 这个叫公器试用 没有公器试用 公务车 它的 它的那个要派 它是可以去接送掌官贵军货外经 或是经官首长合成的所 通过紧急 紧急失误的调态车辆 也提出了目前相公所的裁员 提出了是否能够将海洋公园的预热税比例 能够提出落日条款 提高地方税中回馈相公所的比例 能够充实相公所的裁员 你知不知道预热税 预热税是地方的什么税 所谓的当地的所谓的百分之百的预热税 是钱收的 没有几分的 比照它所谓的盈利的所谓的 假如说有门票用门票的盈利 我们去抽取它的预热税 这是地方的百分之百税 绝对没有五% 两% 一% 四%的 我希望 我本期希望 再把它要回来 这种东西我没有钱 你不要玩了 它的生意已经好转了 以后是不是能够把税收一些挪到地方上来 给地方乡镇 能够有一些建设 来跟地方上 给一些建设能够挹注 不然什么东西要向上面要 我说难听一点 大家有钱都 这样自己做 没可能把这个资源丢下 来一个地方 并且对于路灯维修得标厂商 在维修的速度上 有所不及 是否能够做相关合约上的规范 提高维修的时效 尽量就是说 由花莲的厂商 基优的厂商 来标这个案子 我们不能杜绝所谓的外定的 可是当杜绝 他们来的 我们的相公所这边的 建设科这边的 所谓的标案里面 要写得很清楚 可是不要延长你的工时 那么如果这个厂商 他在这个区域里面表现得不是很好 有没有应对的办法 记者凌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超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